买香瓜买香瓜喽 来姑娘买点小香瓜 是家惨的 这香瓜看起来不错呀 怎么卖呀 你去二十 是家惨的 嗯 这香瓜看起来不错 来尝尝 大叔 这香瓜一家也不甜呀 姐妈香瓜甜吗 甜 甜吗 不甜 姑娘 别吵了 我们种点瓜也不容易啊 这不吵 我们都知道甜不甜 别碎了 别碎了 再尝尝这个吧 这个更不甜 这甜吗 这一点都不甜 行了 给我装几颗吧 你看什么看呀 赶紧装 啥玩的 行了就这些吧 给我撑一下 就不撑了 你又吃又碎的 就给上二十吧 宁儿 扫码 我没有智能手机 你就给现金吧 我说 没有码 你卖什么瓜呀 再说 谁现在出门 还带现金呀 我们走 老农民 老农民做点瓜也不容易啊 你们 要不给他十五吧 不是我说你这老头 你不容易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再说了 是你没有码 又不是我不给你钱 你的意思 还怪我咯 姑娘 你别生气 你要不给他十五吧 哎 你看你这老头 你还想找我事是吧 这瓜 我不要了 大叔 这小瓜 怎么卖呢 啊 一斤二十 香脆又甜 行 你全部给我装起来吧 好 我不好的给你装起 可是这衰贿的 没事 大叔 全部给我装起来吧 这好的 回去自己吃 辣的 喂狗 你妈谁是狗呢 我就骂你了 怎么了 大叔 卖个小瓜 容易吗 你除了卖小瓜 不给钱 还给人家睡来了 你们还有良心吗 哎 我说 关你屁事啊 没事 赶紧滚蛋 今天这事 我管定了 你们两个 赶快给大叔道歉 没有搞错吧你 让我们给他道歉 他长那个脸了吗 他配吗 我才不呢 还有你 你居然敢打我们 大叔不长那个脸 就你们俩找脸了吗 我告诉你 职业不分高低贵姐 只有人品 才分369等 你们俩个 为什么比别人高了一等呢 赶快给大叔道歉 你居然让我们给一个臭卖瓜子道歉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道歉 这走过的路过的可都看着呢 好的 好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站出来给你们说话 我就道歉 并且我跪着给他道歉 好 人在做 天在看 公道 自在人心 总有一天 你们也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们走 大叔 你把这些瓜都给我抓起来吧 我都要了 好 大叔 这是你钱 这太多了 没事 你拿着吧 谢谢 强哥 嗨 强哥 强哥 学弟姐妹们好久没在一起喝茶了 最近都活得怎么样呀 还行吧 挣了少一千万吧 这不刚提的大路虎性能还不错 前几年挣了点小钱 买了几套房子 今年把房子卖了 换了个大别墅 我呀 开了几家物流公司 赚了点小钱 这不 刚换了个大本 我去年开了两家火锅店 因为大环境不好 也倒闭了 赔了不少的钱 今年打算再创业 再开家饭店 慢慢的翻身吧 看你们一个个的读画好了 再替你们高兴啊 小小我们在那个时候 一起过的苦日子 但你 都是回忆啊 今天呢 把大家叫过来 然后大家帮我个忙 都是一起吃过苦的兄弟 强哥 你说吧 强哥 现在兄弟人脉广 没有什么事 是我搞不定的 有什么事 你就说 强哥 有什么事 你直说 咱们多少年的兄弟了 强哥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但你 我确实遇到难错了 上个项目 做赔钱了 我把公司 抵押出去 做了贷款 刚把工人国资开了 外面还欠了不少的钱 现在呢 我外面还有个项目 保障金 需要一百万 我希望大家呢 都把我凑一下 度过这个难关 哎呀 强哥 你看我这打动两冲胖子 这车啊 我上午刚刚租的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改天请你们吃饭啊 对不做啊 强哥 强哥 你看我这手里 是有点钱 但是这大钱 全我老公管着呢 我得跟人家回去商量一下 你等我通知啊 商量好了告诉你 强哥 我这人呀 说话也比较直 不是我不借给你 是你现在欠了一屁股栽了 我借给你了 你还不上 我找谁要去 慧姐 你怎么说话呢 强哥 是那样的人吗 你还记得你以前 在酒吧 欠人家一万块钱 你那些所谓的朋友 帮过你吗 最后 你给强哥打电话 是强哥替你把这笔钱出了的 还说这笔钱不用你还了 难道 你都忘了吗 你现在混好了 忘了以前 在你穷的时候 谁帮过你吗 你还是个人吗 你怎么说话的 强哥 我这人呀 最怕欠人人情了 这是一万块钱 就当我还你了 剩下的就当利息了 以后呀 咱们都各走各的 这是钱的事吗 这是人心的问题 你是什么东西 强哥 在我们之前困难的时候 你都帮过我们 我这也没多少钱 现在想开个饭店 都得找朋友借 表昨天找朋友借了两万块钱 钱都在这个卡里了 你现在拿去用 这个饭店 我先不开了 我明天就去找朋友借钱 等我再借到了 我再给你 妹子 什么话告诉你 刚才 他们在吹牛的时候 乔哥我也在吹牛 啊 假的 妹子 当你真正落魄一次 才能知道你身边 谁是你的朋友 当真心给错的人 就到给错了狗 我的公司 这几年发展的挺好 直到你开饭店 也缺钱 这不 给你准备了 十万块钱 加上这一万 上后是十一万 如果不够 再跟哥说 好兄弟 有难的 谢谢强哥 我的好兄弟 我谢谢你 最困难的时候 陪我走过风和雨 我的好兄弟 别跑 你这个小姑娘 怎么吃饭不给钱啊 就是啊 吃饭怎么不给钱呢 住手 年轻人有话好好说啊 不要冲动 这是怎么回事 他吃饭不给钱 姑娘 这是真的吗 他欠你们多少钱 我替他付 一碗面 十块 算你走运 我们走 谢谢你大叔 这个钱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你这是 我来城里找我姑姑 刚吃了口饭 可是我突然发现 我的手机和钱包 都被别人给偷了 所以我才 哦 原来是这样 这点钱你拿着 前面就是车站 赶快回家吧 不要让家里人摆心 这个钱我不能要 你就拿着吧 一家 我赚钱还比你容易 谢谢你大叔 哎 老婆啊 你打的钱 我收到了 可松子上大学的钱 还差一万多了 哦 收到就好 收到就好 城里的啊 最吃咱们 浓冲重的蔬菜了 卖的不少啊 行 老伴 你别太累了 你吃饭了吗 我正吃着呢 放心吧 没事我就挂了 大叔 你的这下菜呀 我全用了 你全部给我装起来吧 哎 装好了 一共二十三 你给二十就行 好 大叔这是菜 不用找了 用不了这么多 没事的大叔 你就拿着吧 刚才呀 你的举桌我都看到了 你的饭料 我为你买单 哎 对了 我这还有点吃的 你就拿着吧 这 这要不好吧 大叔 你就拿着吧 我的公司 就在前面 从今往后 你的菜 直接收到我公司司堂 就行了 真的吗 太谢谢您了 大叔 不用谢 我有事 我就先走了 我翻身越岭 每一步靠近 谢谢你 再哭从不言语 愿我帮我帮我希望 会问的谁 永不会流去 只等你 令到我 强哥 嗨 强哥 强哥 学弟姐妹们 好久没在一起喝茶了 最近 都喝得怎么样呀 还行吧 挣了少一千万吧 这不 刚提的大路虎 性能还不错 前几年 挣了点小钱 买了几套房子 今年把房子卖了 换了个大别墅 我呀 开了几家 物流公司 赚了点小钱 这不 刚换了个大本 我去年 开了两家火锅店 因为大环境不好 也倒闭了 赔了不少的钱 今年打算 再创业 再开家饭店 慢慢的翻身吧 看你们 一个个的读画好了 再替你们高兴啊 小小我们在那个时候 一起过的苦日子 但你 都是回忆啊 接天呢 把大家叫过来 想拉到大家 帮我个忙 都是一起吃过苦的兄弟 强哥 你说吧 强哥 现在兄弟 人脉广 没有什么事 是我搞不定的 有什么事 你就说 强哥 有什么事 你直说 咱们多少年的兄弟了 强哥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但你 我确实遇到难错了 上个项目 做赔钱了 我把公司 抵押出去 做了贷款 刚把工人工资开了 外面还欠了不少的钱 现在呢 我外面还有个项目 保障金 需要一百万 我希望大家呢 都帮我凑一下 度过这个难关 哎呀 强哥 你看我这 打动两冲胖子 这车啊 我上午刚租的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改天请你们吃饭啊 对不做啊 强哥 强哥 你看我这手里 是有点钱 但是这大钱 全我老公管着呢 我得跟人家回去商量一下 你等我通知啊 商量好了告诉你 强哥 我这人呀 说话也比较直 不是我不借给你 是你现在欠了一屁股栽了 我借给你了 你还不上 我找谁要去 慧姐 你怎么说话呢 强哥 是那样的人吗 你还记得你以前 在酒吧 欠人家一万块钱 你那些所谓的朋友 帮过你吗 最后 你给强哥打电话 是强哥替你把这笔钱出了的 还说这笔钱不用你还了 难道 你都忘了吗 你现在混好了 忘了以前 在你穷的时候 谁帮过你吗 你还是个人吗 你怎么说话的 强哥 我这人呀 最怕欠人人情了 这是一万块钱 就当我还你了 剩下的 就当利息了 以后呀 咱们都各走各的 这是钱的事吗 这是人心的问题 你是什么东西 强哥 在我们之前困难的时候 你都帮过我们 我这也没多少钱 现在想开个饭店 都得找朋友借 我昨天找朋友借了两万块钱 钱都在这个卡里了 你先拿去用 这个饭店 我先不开了 我明天就去找朋友借钱 等我再借到了 我再给你 给我奢务的 妹子 小话告诉你 刚才他们在吹牛的时候 乔哥我也在吹牛 啊 假的 妹子 当你争咒落魄一次 才能知道你身边 谁是你的朋友 当真心改错了人 就到改错了 我的公司 这几年发展的挺好 知道你开饭也缺钱 这不 给你准备了 十万块钱 加上这一万 这后是十一万 如果不够 再跟哥说 好兄弟 永难如到 谢谢强哥 我的好兄弟 我谢谢你 最困难的时候 陪我走过风和雨 我的好兄弟 你瞎呀 这么大车看不见 走路不看道啊 别瞪你俩大牛眼了 就是 小心撞归你 不好意思啊 请 下次给我注意点 要不然 叫你一次 打你一次 姑娘 刚才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没事 你没事就行 那我还赶着面试呢 我先走了 哎 姑娘 谢谢你啊 没事 举手至劳 再见 你好 我是来面试的 进 这是我的简历 什么 农村的 不好意思 我们不要农村的 为什么啊 经理 我都面试好几家公司了 就是因为我是农村人 他们都不要我 我母亲 还等着我工作赚钱 买药治病呢 你母亲生病 和外有什么关系啊 我最讨厌你们这些农村人了 动不动就装可怜 真恶心 滚出去 去 姑娘 你等一下 人 人 人 总 姑娘 你跟我来一下 郭经理 这位姑娘是怎么回事 没事 任总 就是一个农村人过来面试 被我给拒绝了 农村人 农村人怎么了 农村人面试就活该被你拒绝吗 谁给你这么大权利 任总 我 停 郭经理 咱们公司哪下规定不用农村人了 照你这么说 我也是农村人 怎么 还不配处你老板了 网上损三代 谁不是农村人 你现在吃的穿的用的 哪样不是农村人用青龙的杀手给你擦脏出来的 树钢切尺 别忘更 人若昏黄 别忘绑 无论你在外面哄得有多好 别忘了绑 任总 我知道错了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机会 机会是留给你这样的人吗 我们这里渺小 容不下你这种大夫 出去 哎姑娘 你等一下 你不是来面试的吗 把你的简历给我看一下 条件很不错 恭喜你姑娘 你被录取了 啊 真的吗 老板 那太谢谢您了 谢谢您 谢谢 其实呀 最应该说感谢的能人应该是我 如果没有你的出手相助 很可能我就站不到这里了 这也是因为你足够优秀 快乐的结果 另外呀 我听说你母亲生病了 这样 我知道有些钱 你拿着去预约给你母亲治病 不不不老板 我还没来上班呢 怎么能拿您的钱呢 你就拿着吧 就到呀 我提前预约你的工资了 谢谢 谢谢您老板 可是 您就不怕我拿着钱 跑了不来上班吗 一个懂得孝顺的人 也定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人这一辈子 贫穷不可怕 可怕的是 不懂得孝顺 不懂得感恩 像你这样一个善良的人 一定会被哄拥所倔顾的 所以呀 我相信你 加油 加油 我拥抱着 当从梦中醒来 你执着的等待 却不 哎 爸 你怎么来了 快屋里坐 我出去买点菜 中午呀 多做几个菜 爸就不进去了 我从老家来 给你带点土鸡蛋 爸 您这次来 是有什么事吗 你妈住院了 我这次来 看能不能为你借点钱 我妈住院了 那我大哥 二哥他们知道吗 你大哥大嫂 他们刚盖了房子 你二哥二嫂 常年在为打工 他们也没钱 我这次来 看能不能为你借点钱 我实在是想不到办法 住院费 现在还没凑齐 你 你能不能借给爸点钱 爸 你在这等我一下 爸 我妈生病住院了 我们作为子女 应该多拿些 可是我大哥 二哥 他们都不管 我这嫁出去的姑娘 泼出去的水 我这只有一千块钱 你拿着吧 爸心里明白 你面不容易 爸也不贵你 这些鸡蛋 你就拿回去吃吧 爸走了 爸 你把鸡蛋带回去吧 我们城里面 啥都能买到 你回去吧 哎 老婆 咋办呢 哎老公 你这是干嘛呀 你怎么知道 咋办来了呢 爸走了 对呀 刚走 你看看 你就做了什么事呀 你看看这些东西 这我不是让爸拿回去了吗 咱妈生病住院了 我就让爸先回去了 我还给爸拿了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 这爸送来的不是鸡蛋 是父爱 千两黄金 万两银 有千难美 父母 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 老公我 刚才我都听到了 咱妈生病住院了 咱爸大老远的跑过来 你就给拿一千块钱 雪峰 我对你太失望了 老公 我就是气不过 凭什么大哥二哥他们不管呀 爸就来找咱们俩借钱 借 我们小时候管父母要钱 是多么理直气壮 现在反过来 到了父母这 怎么就成了借了呢 大哥二哥他们怎么做 我们不管父母咬我们小 我们就应该咬他们了 老婆 你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老公 我 我知道错了 百善 笑为仙 我希望爱我的人 不仅仅是爱我 更要有一块孝心 来老婆 这些钱你拿着 你赶快给爸送过去 你给都比我给好 可是老公 这些钱是您这个月给工人开的工钱呀 没事 我能想办法 只要父母身体借口 我们这些做子女的 就算倾家大产 也这时候不行 老婆 走 我们去医院 看吧 转身就是一辈子 你还等个下 李总 这是怎么回事呀 慈安哥 还是让你的人自己说吧 你们公司的人 跟我们结货款的时候 少了两千块 不是的老板 之前我给他们的时候 点得清清楚楚 一分不少 强哥 我们收钱的时候 确实少收了两千 但是也没有经过别人的手 不对呀 那个钱 我是从财务拿的 刚好两万 给你们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不点清楚 我们都合作这么久了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是不是 你把它撕吞了呀 饭可以乱吃 坏不可以乱讲 哎 你指什么指 哎 小梵 把手放下去 在李总的公司 大吵大闹 想怎么回事呀 李总 我先出去给车屋打个电话 核实一下 行 昌哥 查吧 好好查 别让某些人 赚了空子啊 李总 不好意思 我刚才跟车屋核实了 确实是我们这边出了问题 我安顿好了 以后就把这钱给我们补过来 没事 强哥 查清楚就好 小梵 赶快给李总 还有王牧姐里道歉 啊 拼什么呀 道歉 对不起李总 对不起王经理 强哥 以后让你的员工认真一点 李总 我车上最后有家乡带来的土特产 我以后让助理给你说一些过来 强哥 我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 哎 李总 应该的 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小梵 你告诉我 经验到底是什么回事 老板 我真的可以百分之百跟你保证 这笔钱 我真的清点过 一分都没少 嗯 我相信你 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们补钱呀 那我问你 你给他们接款的时候 为什么不要收据 那不是想着一直都有合作吗 不用那么麻烦 而且都是按季度算的 小梵 你记住了 这熟悉的工业少 流程一步都不能少 嗯 知道了 但是你还没告诉我 为什么要给他们补钱呢 那我问你 他们公司的采购 是谁来负责的 就是那个王莫经理 你是知道的 如果我们上午 非要把那个事情弄清楚 我们何可能就失去一个大客户 要是你 你怎么学 我 我们做人做事 要学会变同 那两千块钱 我相信不是你的错 我们没必要 因为两千块钱 真是输赢 真赢了 我们失去一个大客户 真输了 我们就失去了幸运 可是明明就是他们搞的鬼 那个王莫一看就有问题 还理直气壮 真是气人 小凡 我们多些人类 就会少一些后悔 少一次翻脸 就会多一次台阶 多几次听不见 就会少几次拥有自容 为人处事 不说好话 不做爵士 才会多些余地 小伙子看看吧 自家种的菜 又新鲜又便宜呢 这菜怎么卖的 两块钱一斤 太贵了 一块钱卖不卖 我卖错了 卖卖卖卖卖 我给你们称要多少 这不就对了吗 就这些给我称一下吧 你就给七块吧 就这些了都给你 这不行呀 不行啊 那我不要了 卖卖卖卖卖吧卖吧 这不是好的 喂王医生 你老妈的住院费 还交不交了 再不交就给你停药了 我老妈的药不能停啊 我凑够钱就给你送过去 行吧行吧 你快点啊就三天 好好好 行行行 我谢谢你了王医生 大叔 你的菜看着挺好的 怎么卖呢 两块钱一斤 这么便宜啊 行给我来十斤 哎 好嘞 十斤好了 这点都给你吧 不算钱 大叔我给你拆起 不用找了 啊 谢谢 任总你要的东西 哎大哥 是在教我吗 是的大哥 我可跟你说呀 你千万别被他给骗了 他的这些菜既不干净还不卫生 而且他这菜都是用水冲过的 看着新鲜回家呀 放不了两天就坏了 什么 不是这样的 别听他胡说 我的菜是自家种的 今天早上刚摘的 行了行了别说了 这菜呀我不要了 来把钱退我 这 快点吧 人家都说不要了 大叔生活不易 这招卡里有十万块钱 还有一些现金 您一定要收下 密码是后六位 快给阿姨拿起看命吧 你要相信今后的日子会已经越来越好 加油 你瞎呀 这么大车看不见 走路不看道啊 背着你俩大牛眼了 就是 小心撞我追你 不好意思啊 请 下次给我注意点 要不然 敬你一次 打你一次 姑娘 刚才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没事 你没事就行 那我还赶着面试呢 我先走了 哎姑娘 谢谢你啊 没事 举手至劳 再见 你好 你好 我是来面试的 进 这是我的简历 什么 农村的 不好意思 我们不要农村的 为什么啊 经理 我都面试好几家公司了 就是因为我是农村人 他们都不要我 我母亲还等着我工作赚钱买药治病呢 你母亲生病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最讨厌你们这些农村人了 动不动就装可怜 真恶心 我出去 去 姑娘 你等一下 人 人 人总 姑娘 你跟我来一下 郭经理 这位姑娘是怎么回事 没事 人总 就是一个农村人过来面试 被我给拒绝了 农村人 农村人怎么了 农村人面试就活该被你拒绝吗 谁给你这么大权利 人总 我 停 郭经理 咱们公司哪项规定 不用农村人了 照你这么说 我也是农村人 怎么 还不配做你老板了 网上送三代 谁不是农村人 你现在吃的穿的用的 哪样不是农村人 用青龙的伤手 给你操作出来的 树钢切齿 别忘根 人若辉煌 别忘吧 无论你在外面 哄得有多好 别忘了吧 人总 我知道错了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机会 机会是留给你这样的人吗 我们这里渺小 罗布下你这种大夫 出去了 姑娘 你等一下 你不是来蔑视的吗 把你的简历给我看一下 条件很不错 恭喜你姑娘 你被录取了 啊 真的吗 老板 那快谢谢您了 谢谢您 谢谢 其实呀 最应该说感谢的能人 应该是我 如果没有你的出手相助 很可能我就站不到这里了 这也是因为你足够优秀 快乐的结果 另外呀 我听说你母亲生病了 这样 我知道有些钱 你拿着 去预约给你母亲治病 不不不老板 我还没来上班呢 怎么能拿您的钱呢 你就拿着吧 就当呀 我提前预约你的工资了 谢谢 谢谢您老板 可是 你就不怕我拿着钱 跑了不来上班吗 一个懂得孝顺的人 也一定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人这一辈子 贫穷不可怕 可怕的是 不懂得孝顺 不懂得感恩 像你这样 一个善良的人 一定会被哄拥所倔顾的 所以呀 我小心你 加油 加油 我拥抱着 当从梦中醒来 你执着的等待 却不